6月10号,悉尼野生动物园园区工作人员与市民、游客一同为雪豹小公主奥雪过了她的三岁生日。 在现场,园区工作人员将精心制作的专属生日蛋糕放在了雪豹馆内。 这个生日蛋糕是由大白菜和兔子组成的,上面还放置了奥雪平日里最喜欢的玩具塑料球。 除此之外,很多市民和游客还用纸笔写下了最美好的祝福贴在了雪豹馆的展板及窗户上,希望奥雪能够继续健康成长。 来自四川的游客马洪梅表示,这是她第一次带孩子来看雪豹,很幸运也很开心能够在青海给奥雪过生日。 因为小雪豹是青海独有的,所以说今天也很幸运能够看到她出来,希望她能够在这里继续健康快乐无忧无虑的生活下去, 希望小雪豹的身体越来越壮,然后也越来越惹人喜爱,希望她能够尽快孕育自己的小宝宝。 可能是由于现场人太多,三岁的奥雪显得十分害羞,在雪豹馆内一会儿攀爬跳跃,一会儿在墙头猫步前行,就是不靠近她的生日蛋糕,孩子气十足。 西宁野生动物园园园长齐新章告诉记者,奥雪于2016年6月10号出生在西宁野生动物园,是中国唯一一支人工繁育成活的雪豹。 目前她的体长达到了80厘米,身体各项指标稳定健康。 奥雪的三岁生日也意味着,她正是成年,并将在今年加入繁殖序列,开启生儿育女模式。 野生的雪豹年龄一般是,寿命一般是8到12岁,那她在野外是2岁到3岁的样子就会成熟。 那么对于奥雪而言,今年冬天她就年龄到了3岁半了,已经成熟了,可以参与到这个人工繁殖的这个计划当中了。 我们也是希望奥雪能够健康的成长,以后也能够生下一堆健康的宝宝。